那冠軍呢 其實我覺得 一個人他如果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而他用這些東西去充實自己的生活 那他也不會有這些多餘的想法 或者是比較負面的情緒 可以讓這些誘惑去控制自己 那...那...子哥 我覺得就是一定要充實自己的生活 不要讓自己太空 那這樣就很容易 如果你遇到一些誘惑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是 啊...好 那...我就跟他們交個朋友好了 有可能會有這種 這種心態上面的錯誤 那可能就不小心碰了 那我是覺得一定要 很充實很充實 不要讓自己落入毒品的誘惑 那... 我的話就會換我去誘惑他 誘惑他做什麼事情 你要用什麼東西誘惑 他拿...他拿毒品來誘惑我 我就...誘惑他去運動 這樣 哦...反誘惑子是不是就對了 欸...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志老師有沒有一個 再更正確一些的方式 如果萬一真的有人 我覺得呢...今天這一班真的很不錯 我現在終於知道了 為什麼呢...他們呢...可以成為大家的偶像 而且為什麼他們看起來這麼的酷 這麼的帥 因為他們都非常的勇敢做自己 勇敢的表現自己 所以不會人云亦云 別人好像牽著你的鼻子走啊 要誘惑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們勇敢的去對自己不好的東西說不 這個精神其實是現在年輕人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不但是自己不要去碰毒品 而且...如果你身邊有人 就像我們今天的這個影片一樣 當他們看到... 終極一般看到了殭屍幫的時候 還要扶他們一把...拉他們一把 這個時候你可以打一支很重要的電話是幾號 080077085 啊...太棒了 而且我們卻有三不原則對不對 我們碰毒品有三不原則 對...就是絕對不要去吸食毒品 也不要持有毒品 更不要接觸任何跟毒品有關的場所或者是人 如果要誘惑你去吃毒品的人 他絕對不是你的朋友 那絕對不是真的友情 也絕對不是真的愛情 真的友情是可以經得起考驗的 那記住King講的話就對了 要拒絕他們 要拒絕毒品 對...所以我們會有三不原則 不吸食、不持有、不接觸 然後我們...如果萬一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有戒毒專線 我覺得你好像校長喔 在考我啊 真的嗎... 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這三不原則 小朋友也要很清楚知道 而且我們的戒毒專線是0800770885 這是很重要的 隨時要謹記在心 不過鄭老師剛剛有講到 那個拍片的時候有到殭屍 殭屍幫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講說 那時候第一次拍這個反讀 找SPECIAL跟PACE他們 那你們第一次拍這個反讀的 廣告的感受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 你要說嗎? 你跟人家說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次非常特別的經驗 因為首先是非常感謝行政院可以 邀請我們 我們有這個榮幸 然後做大家的一個示範跟模範 那在劇情裡面 大家剛剛有看到我們 其實是真的用一種非常直接 以及明確的態度 我們就是不吸食毒品 如果你們要靠近我們 對不起 就算我們曾經是朋友 就算我們曾經 甚至是 但是就像剛剛鄭老師說的 愛情朋友的關係 我覺得我們都要勇敢的說 不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當那些誘惑來的時候 才是正確的 你才能夠對你的選擇 做出一個明確的決定 這樣才是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那所以其實在裡面 一些劇情的演出的時候 其實還蠻 覺得其實跟我們平常在 《終極一班》裡面 做的事情是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們還是在維持正義 我們還是在做自己 我們還是在做正確的決定 對 那其他男生的部分呢 其實這個經驗真的是非常的特別 那我們《終極一班》原本的主旨和精神 就是為了正義 為了愛的戰鬥 那可以把這個精神 運用在《反獨》的宣導裡面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意 那也希望能夠透過我們這次的呼籲 能讓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青少年們 能夠知道《反獨》的重要性 謝謝 謝謝